我们手掌中的这一条线 叫做智慧线也叫脑纹 那么是长相中最重要的一文 中国首相中此文是代表自己 要称人文 其一点与生命线相同 向小指方向走 甚至无名指 与这个小指指缝之间 停的是最好的 太短不过聪明 太长的话 精明过度 那么脑纹以生系为家 表示思想能够集中 头脑聪明 脑纹上如果有脑纹 就表示这个思想不集中 记忆力弱 或脑不说作 脑纹起点 如果有这种练习 那么外在环境影响求学 这个智慧纹 以这个生命线的起点 要是连在一起了 两人合二为一 那么一旦距离后才分开 表示内向谨慎 考虑着想 连得太长 那么则多力容易忧郁不决 如果生命线和这个智慧线起点 一起之后 那么马上分开走 个性果断 能随机应变 如果两线分开 有距离 是大胆外向的个性 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 如果两线起点 分开这个半公分以上的 那么就形成了一个 莽撞 不经大脑的一个性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